哈喽,大家好 现在是1点16分 午餐时间 我们就选三个科技股 来做一个简单的技术分析 这样根据上次的留言呢 我会分析 FPI 跟 Inari 这三个 首先呢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2010 2010今天也是上涨 但是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它今天的上涨呢 是没有超过昨天的最高价的 这个说明什么东西呢 说明它已经是开始转弱了 算是软下来 他昨天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要 挑战这个阻力线 但是最后呢 就 跌回来 今天虽然也是上涨 但是呢 它不可以越过这条线 呀 这条线呢 你可以看到是这个 这个地点 嗯 嗯 也就是说 它已经是 软下来的 OK 呃 这样为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个人认为呢 它是应该是很难去突破这条线了 这条线就是 2块9 应该是比较难突破了呀 呃 第二只脚 行程海洋漏的时候呢 啊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的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讲 哎 最好等第二只脚啦 最好等第二只脚啦 终于有第二只脚 OK 第二只脚可能会在这边 你看到这边一个筹码峰 这边可能会守住 嗯 当然第二只脚并不是说 要就要你买 你还是自己要衡量 因为呢 它到底会不会突破这一个呢 还是不知道呀 而且这个第二只脚呢 应该也是会处于 MA20下面 处于MA60下面 处于200下面 所以基本上呢 是个反弹 嗯 反弹是说它 就算有第二只脚 它也是不会突破 它也是没有能力突破两三块二的 呀 这个 这个很大的这个 它应该是很难突破 所以你自己决定 呀 呃 因为第二只脚呢 只是一个追基本的 追基本的一个讯号 啊 它有 涨上去MA20啦 涨上去投马峰啦 这些这些讯号来的 呀 OK 呃 我个人猜想呢 它应该是很难突破这条线 我两块九 我一回来 回来的时候 应该在这边的时候 形成第二只脚 呀 这个是我猜的 OK 哎呀 但是如果它 这个顶不顺 自己往下掉 再破这个前提 变成lowlow的话 这个就肯定是不行的 不行呀 不可以不可以再录了 OK 这个就是 转 看 呃 另外一个是 呃 HAPPY 呀 你也是可以看到 它才是 OK HAPPY 呢 它 已经是涨上去这条线了 呀 这个就是我上次忘了的条线 这个低 呀 而且算是已经是站稳了 呀 你站稳了 它现在要证明自己呢 它可以涨上这个MA200 呀 记得我讲过很多次 如果它能够站稳在MA200的时候 诶 啊 这个就可能会有 可能会 一个上上涨波 呀 但是要站稳呢 站稳就说今天站上去 明天也要站上去 后天也要站上去 最少要站上三天才要稳 呀 总之到它站上这个MA200的话呢 对于这种 呃 优质的这种豪股来说呢 我觉得 呃 可以失差可以收了 长期啊 长期 呃 而且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一大堆筹码缝 它可能会在这边3块8的时候 被它打下来 但是 只要它能站上MA200的话 我觉得它会 我觉得它应该会有机会 上去 回来 OK M 这个3块8应该是过不到 诶 就是这样子 上去这种形态 OK 这个就是hapi我的看法 这个呢 3块8呢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阻力线 要突破应该是比较困难点 OK 我再看另外一个 以哪里 以哪里 今天呢 才是 呃 没有能力突破昨天的这个 呃 最高价 而且呢 它也没有能力突破这个 K线的最高价 OK 也就是说它还是比较弱势 呃 它的主力线还是这个 呃 3块钱 3块05分啊 还是这边 都对 呃 就是没有什么启示的意思啦 啊 才是属于弱势 这个 这条线呢 3块05分 这3块钱呢 才一定要涨上去的 呀 没有涨上去的话 什么东西都不用看 呀 嗯 嗯 OK 这个就是我对以哪里的看法 so 就说 三个股 Francain 以哪里 FPI 这个是下午的时候 啊 我在晚上的时候 七八点八在那里 看看下 Follow一下 看下它的最后的收盘的K线 有什么改变 嗯 OK 如果那时候你觉得有 你才有分析其他股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在那边留言区 这个留言区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留言 晚上那个才留言 OK so 我只是 不会分析这些 在我的watchlist里面的 不需要watchlist里面的 我不会分析的哈 我还是看到很多 呃 股友呢 就写上其他的股 啊老实讲 这个我不会看的 OK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你就帮我去 呃 share and like 如果你觉得对帮你赚到钱 你也是可以请我喝杯咖啡 谢谢大家